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14日 李斯特城期待杀破狼 周六晚上 英超有5场比赛同时开打 其中一场李斯特城主营狼队 狐狸新球季开启前勇夺英射盾 为新球季开了个好投 反观狼队从领队到球员都经历了变动 相比之下 坐镇主场的李斯特城更有望取得开门红 李斯特城上季距离前四景一步之遥 队伍上季绝大部分时间都位列联赛第三的他们而言 最后五轮联赛仅取4分的表现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不过李斯特城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 球队在进入8月之后拿出了绝佳的状态 去迎战新球季的到来 他们进二仗能够斩获全胜佳绩 其中一场英射顿赛事对手还是实力强大的曼城 最终凭借激励志 伊恩拿组的一剑封喉 李斯特城时隔50年再度夺得英射顿冠军 这对球队士气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是 球队除了能够基本保持上季主力阵容之外 他们今下还引入了上季奥甲金薛博尘 打卡 不管此子对应超适应程度如何 他的到来都将丰富球队进攻端选择 而此子能够和詹美 华迪 激励志 伊恩拿组等人擦出怎样的火花 同样值得令人期待 此番主场出击 李斯特城剑指开门红 阵容方面 后卫庄尼 伊云斯以及战士 祖司殿等人商缺 狼队上季表现并没有比李斯特城出色 另外相较于更早前的两季 能够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 上季的第十三 反而多少有些退步的迹象 因此球队今下阵容方面出现了变动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是主帅更换 前宾飞家主帅班努拿直接过了球队叫边 然后雷伯迪斯奥的离队就意味着球队一失去了向来稳固的最后一道防线 话就话有人走自然有人来 但新元明起并不算大 可想而知实力强极有限 经济组奥 摩天奴 鲁冰 利维斯和艾达玛 泰奥利等人依然是球队主力 而法比奥 施华茨等明日之星亦有机会绽放 虽则如此 考虑到此前六次联赛面对李斯特城 只有一次赢波记录 需要重新磨合阵容的狼队 此番做客的确赢面更小 阵容方面 后卫庄泥 奥度以及博度 泥土等人因伤免疫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搭奥度